韩国瑜会不会参选初选 国民党内的初选 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 因为他答应了高雄的市民 是要罚大财 或出去人进来 现在还没有做到 那当然他上任一个月 我觉得表现得非常的好 至少在网络流量上面 他是稳居第一 你看他抛出了一些题目 我觉得大家都喜欢 高雄的人潮也增加了很多 像我的很多朋友 他很早去高雄 全家都到高雄去玩 对不对 这个商总四百个企业家 一到去拜访他 这个叶框是跟我讲 他不管是到在上海 或者在香港 有很多的人都跟他来洽工 我想这个点点滴滴 我想韩国瑜上任一个月 非常的忙 而且受大家肯定 但是党内的初选 我想他还是要跟高雄的市民 来做交代 所以党内的初选 我想他不会参加 我刚才讲说 有可能是在什么样的可能 举例国民党的初选完成 国民党的初选大概在八月 八月初也一定会完成 因为我们到八月下旬 会全国党代表大会 正式nominated 就是正式宣布 那是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上次是多开了一次 上次十月才做最后的决定 慢慢听我来跟大家报告 这次也要拖到十月吗 如果到那个时候 另外的两组候选人 蔡英文 民党我猜是应该是蔡英文 现在大概就是他 柯文才出来 然后我们被提名的 总统候选人出来 这三个人做的迷恼 我们是最低 而且差距很大 这个时候高雄人 可能都会讲 反正你选总统 也服务的是全台湾 高雄也会被你照顾到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 我讲 这个剧本就跟上一次 总统大选很像 我不跟你讲很像 但是类似 对不对 换句话说 他不会参加初选 但是如果 但是我相信 到时候我们总统候选人 可能也不会落居第三 应该是 应该那时候就独占 所以韩国瑜要选 除非是我刚才讲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当然这种状况 几率大不大 我觉得不大 因为本党的人才记忆 我相信韩市长的压力 更大了 你们不能把你的压力给他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你知道吗 我跟龙建兄 因为我们两个的压力很大 你想从我开始被征召 然后去登记完了之后 选区大家都问你讲说 韩国瑜什么时候来 韩平什么时候来 甚至你家公司不能什么时候来 刚刚龙建兄已经讲 你很英雄 二月二十 改二月二三 二月二三 现在又改二月十七 我连改的机会 现在都还没 只闻这个楼梯想 还不见韩市长要不要来 什么时候去卖菜不知道 但是还好 韩市长没有来 红包带先来了 所以说我昨天就有预告了 在这一个礼拜天 二月三号上午十点 在我们三重大人街的南胜宫 我们会准备两千个 韩市长的一个红包带 然后里面装了十块钱 我们来做发放 所以说我希望三重的 这一个乡亲 烧安物照 只有两千而已 如果说你这样子晚了 一天没就没了 没了 那你说谁要发放 我发放 不是韩国要来 没有 我刚才说韩市长不能来 你不要再给他压力了 但是红包带先来 当然我们也透过党部 还有透过友人 然后来跟这个韩市长接洽 你发红包的时候是说 这次有拿到红包的时候 到时候可以拿这个红包带 来请韩市长签名好了 这样台队会更热烈 那个秀莲 那个要看韩市长本身的 这一个时间 他只要能够到新北三重 来帮助我站台辅选的话 当然韩市长也讲 自助也要人住 那我自己本身要努力 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韩市长不一定要先来 这是我做的公车广告 这个是经过韩国瑜的同意 韩国瑜的同意 我跟韩国瑜通了几个电话 副委员 你们那个选区 有要补选吗 我也 我要 我跟您报告 所有韩市长的相关的图案 甚至于那些小话 都有给我授权 所以说现在就只有等到他讲说 到底是二月过完年之后 所以现在全台湾满街都是海鲁鱼 什么时候来 但是我相信 我不只只有韩市长 当然我也有侯市长 所以说你不只要有空军 你也要有陆军 我们还是希望讲说 现在在恰询这个时间点上面 龙介兄那边已经确定了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党部 还有我们的这个友人 能够赶快尽快协调 让韩市长去玩谢龙介 大哥那边之后 能够赶快来新北三重 这是我们的期望 但是我还是讲 到礼拜天的时候 韩市长不能来 那许舒华委员还没来 那韩濱也还没来 还是来 红包带先来 红包带先来 真的是唯有天天到 我今天讲了 真的他一定会来 他一定会来 他有答应他就一定会做得到 但是你说至少来一次 或两次或三次我不晓得 但是许舒华委员也有答应我 他也会来 甚至于 3月17他来这样 没有 不是3月17 3月17你来就好了 3月17你来就好了 但是我相信 难怪派恒讯会说 韩国瑜最大的缺点就是 太容易答应别人了 所以大家都说他随时会来 他对我的一个部分是鼓励的 是鼓励希望讲说 同样都是麦菜狼 他也在北农总经理 我也在新北国菜的 三重国菜公司的副总 那个时候是有从别人 可是他们就是担心说 万一你如果选上的话 他要选总统的压力就更大 我觉得这个方面 我个人认为讲说 十四兆英雄 刚刚费洪泰委员有讲 你说现在问韩市长 他绝对不会自己主动的登记 他也对外说过了 他要把高雄市的市政做好 如果像龙介大哥所说的 你若是嫁他生意 你若是要选上他 就要高雄乡亲 自己政治上 一天这样摸摸人 搞不好十四兆英雄 他在民意的一个趣旨之下 他就出来不要忘记 韩市长为什么会去当高雄市长 是你民进当新刁流给他选上 你如果今天在台北市议会 你不逼他北農总经理 然后让位的话 你今天叫他走到没路 走到高雄酸市长吗 所以说我会觉得讲说 你如果中央跟的地方 真的要好好的不分难律 为了所有的一个百姓好的话 真的你把意思行态也拿掉 你真的能够让民众心够复杜 教我都能够复杜 你意思行态不要乱搞 你如果像苏丹昌院长 你这样讲说 但是你自己去想办法 那这样我讲坦白 如果让高雄乡亲像丹昌院说的 如果去到夾到的时候 大家如果拱他出来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他如果被民意拱的的时候 如果装出来的时候而已 我说是大家拍拍手 你到时候民进党 你要靠没办法 你不能说 这是谁造成的 真的我讲坦白 韩流是你们惹起的 韩流是你们造成的 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 全部都推给这个韩国人 想说他去美国 他是要选总统 我讲坦白 人家是来邀请的 其他这些有希望要参选总统 都是主动要去的 而且他今天是台湾之光 高雄之光 中华民国之光 他能够到民主自由国家的美国 先去我们都是要去那边取经 结果人家就是来拜托他 去那边演讲 告诉他告诉美国说 2018的选战他是怎么做的 所以说我会觉得 所以我也觉得讲说 到底会怎么样 空出公也不太太 明天要怎么样子 真的不晓得 我对这个狗骨头的 那个形状的比例 有点意见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 在我们目前的主流社会里面 极统跟极毒的两端是 比例没有这么高 比例 不像狗骨头 现在也不像练球 还没到练球 那在橄榄球吗 橄榄球是比较接近的 现在是橄榄球 最极端的 长久以来就是说在政治光明 所以你还活在60年前 谢谢你 我还没60岁 极统跟极毒的朋友 我认为是 他们的立场都很坚定 人数相对 我认为比较少 但声音都很大 我都尊重 不然你是统或读 蓝或绿 我都尊重各位的看法 但是我认为我们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不是极统或极毒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葛来仪 葛来仪他之前被 我们的媒体弄得很怒 就刚刚世伟提到 柯文哲要去访问的问题 葛来仪他在美国 推特上面写我要翻成中文 他说很明显 柯文哲的幕僚当中 有人决定扭曲事实 柯文哲后来还开会 要去把这个原因找出来 就是故意的放话 所以高下立判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单位是 这是美国之音 这个单位 他不是一般的广播电台 他的老板是美国政府 他的总部在华盛顿DC 他不是随便乱专访人 所以他去专访韩国瑜 包括刚刚提到哈佛大学 那几个教授 其实官方我的看法是各取所需 因为很明显 美国希望你们这些来面试 当然我也同意龙介兄讲说 这个好像有点上权辱 但是没办法 站在美国立场 我不管你谁当选 都不能伤害到 我美国的核心利益 所以你们要选的都来 你看最近委内瑞拉德新闻 就很清楚 但是在这个 我讲各取所谓 韩国瑜部分我带来解释 你看这次选举过程里面 美国是怎么帮助陈希迈的 我这边有证据 这个前AIT的高雄处合处长 叫杜维浩 这张是翻译 名称叫Robert 他在脸书PO文PO照片 他说我们高雄的 应该以新高雄为傲 这什么意思 他的脸书上面写的 故意写的 你说高雄应该对自己的城市 有更多的先行与好感 他写林书好的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他注音没弄清楚 我给他看照片 他PO了一张1977年的爱河 爱河 然后又PO了最新的一个爱河 你看这也变得漂亮 所以当你把两张照片 帮他写的时候 这个就是AIT的 前高雄处的处长 我故意出来助攻陈希迈 我听讲的 我拿时间给你看 这个就故意的 我把时间弄给大家看 很清楚 韩国瑜的三三大会战 10月26 10月8号 11月14号 他在11月11号PO脸书 其实他早就离 他2017年就离开AIT了 我为什么要这个时候PO脸书 我为什么要在高雄 韩国瑜那这样 高雄又老又穷 我一瓶矿穴从头卷到尾 AIT出来助攻 没有 高雄哪有很穷 我贴给你看 他就在齐山之后PO了脸书 绿色媒体欣喜若狂 你看AIT跳出来挺身心脉 这很敏忍 所以我说 这次韩国瑜他要去美国奉门 我认为是各去所愿意 昨天江启臣有讲 说马总统当年跟哈勃大学 他用视讯 因为总统 我们只要当选总统 就不能再去美国了 真的有先看 对 就去华盛顿反应会比较敏感 所以他去用视讯 我请问大家 韩国瑜为什么不用视讯 你五个大学校都相谈甚欢的 都讲完了 你去跟学生演讲 现在的科技 我视讯有什么 这不是问题 他就是 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 反之亦然 我就是故意要去美国 人家来邀请 我就你们这么沉邀请 我就去 韩国瑜他当然知道 美国之音的老板是谁 也当然知道哈勃大学 这五个教授来 我请问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台湾的管理政策里面 包括科匹六都都会 谁的人口最多 好友谊 谁拿的票最多也是100多万票 你为什么要故意找韩国瑜 你就锁定他说 请你到我们哈佛大学来演讲 为什么 就是因为美国说 你可能会掉 可能会算 万人是在这 所以我的结论 就是说我认为 韩国瑜到美国的这个访问 是一个2020可能参选的起手式 我这边呼吁韩粉跟韩非 不要急 韩粉跟韩黑 因为下礼拜就过年 大家好好的过农历春节 等他从美国回来之后 会更明朗 我更期待的是韩国瑜 挑一个时间点到大陆去访问